这天晚上两人约会完回家 一进门大魏就发现不对劲 两人赶紧进屋查看 家里到处都乱七八糟 他们清点后发现 只丢了几样贵重物品 担心的小美在丈夫的安抚下回房睡觉 大魏却来到一间工作室 他仔细地寻找着什么 好像怕什么秘密被发现了一样 小美正在睡觉 突然被邦邦的声音吵醒 他起身想开灯 这才发现停电了 连忙推醒身边的大魏 大魏来到室外查看 原来发电机的线断了 旁边还有陌生的脚印 这明显是人为的 他慌忙转头 却发现家里出现几处灯光 拔腿就跑回房里 只见小美被捆住手脚 躺在地板上 他连忙替小美松绑 两人小心翼翼地在房子里走着 突然在走廊里看到几个大汉的身影 大魏迅速从花盆里逃出一把手枪 正想带着小美逃出去 突然被人从背后袭击 枪被踢飞 大魏跟他打斗一番 找准机会捡起手枪 拉着小美往楼上跑 纹身赶来了几个黑衣人 连忙追了上去 结果被大魏锁在门外 大魏抛出车钥匙交给小美 抓着他的胳膊想将小美送出去 后面的枪门声越来越急 就在门被撞开的前一秒钟 大魏将小美丢了下去 万幸是二楼 小美并没有受伤 大魏跟闯进来的黑衣人缠斗在一起 小美看不见发生了什么 只能哭喊着求黑衣人放过大魏 他想跑去车里求救 刚准备发动车子 突然听到了几声枪响 绝望的他呆住了 一只大狼口扑上了车窗 吓得小美一哆嗦 钥匙也掉了 这也惊醒了小美 连忙捡起钥匙 刚发动车子 一个黑衣人缓缓地向小美走来 绝望的小美像只迷途的羔羊 正不知所措 那人却摘下头套 仿佛再向小美求助 蹦的一声枪响 黑衣人捂着伤口倒了下去 原来大魏并没有事 他开枪打死了黑衣人 几天之后 福格勒告诉他们 几个黑衣人是镇上的另一头的居民 是有名的瘾君子 可能就是为了钱财 但他们都跟另外一起失踪爱有关 失踪的金发妹是他们的家人 福格勒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关系 好在有一个黑衣人并没有死 等她苏醒过来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这天之后 小美仿佛变了一个人 老是觉得家里有奇怪的声音 跟别人谈话出现幻听 总是疑神疑鬼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丈夫有问题 这个女人在着急地翻找了什么 她的时间不多了 竟会显示 丈夫在赶回家的路上 抽退是上锁的 她只得来到办公桌上翻照 眼看定位越来越近 她突然在角落里找到一个U盘 原来直接告诉她这里面有秘密 她赶紧插上电脑查看 里面全是照片 正准备看清照片里是谁 丈夫到家了 她吓得立马关上电脑走了出去 原来 这天小美正在做饭 大伟表示要出门采购 刚出门没一会儿 小美就发现她没带钱包 打电话也没人接 小美决定给她送过去 大半夜的路上也没有几辆车 小美很快就追上了大伟 正准备上去问她为什么不带钱包呢 大伟一个转弯 朝医院的方向开去 这操作直接把小美给整蒙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 当即就一脚原本想要跟上去 心急的小美没注意到后面的来车 咋儿 直接撞车了 气急败坏的小美准备质问丈夫 结果被大伟三言两语就哄骗了过去 看来自己误会大伟了 这天小美正要下班回家 被傅伯罗告知医院里的黑医院死了 小美想到那天大伟也过去了医院 这件事肯定和她有关系 她决定调查清楚 晚上 趁着大伟睡着 她悄悄的来到客厅 查看U盘里的照片 里面都是建造这个房子时拍下来的 突然小美发现里面的工人好眼熟 这不就是那几个黑衣人吗 等等 失踪的金发妹也出现过 难道真的和丈夫有关系 小美想把证据交给佛伯罗找出真相 正当她犹豫不解的时候 一辆警车开了回来 佛伯罗带下了一个大高个 这个人正是失踪的嫌犯 小美暂时放下了心中的疑虑 决定回家当面问清楚 为什么家里面会有上命码的柜子 为什么家里面会有枪 无奈大伟只能坦白 原来为了给小美治病 他们的积蓄所剩不多 大伟想带前运的小美换个生活环境 为了逃避交税 黄春房子是自己建造的 可是她明明请了工人 并且是尹君子的工人 失踪的金发妹是她的女儿 为了不被告发 大伟只能每月给她钱 可是就在上个月 塔里没有几个钱的她 不得不给尹君子断工 这下他们才找上了门 至于文定位密码 这是两人的纪念日 看着转身离开的大尾 小美愧疚了 为了挽回两人之间的关系 小美决定在家里举行party 两人高兴的在门口布置了会场 看着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着一样 很快朋友们都赶了过来 大家参观新房子 喝着美酒 吃着美食 这是小美在电视上看到 之前被抓的嫌疑人 是因为虐待动物 跟失踪案无关 小美看着谈笑风声的丈夫 一团鱼泳上心头 这个女人正把摄像机连上电视 想要查看什么 可是相机被人踩坏了 那层卡读不出来 只能播放断断续续的图案 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她网告了一个同款相机 想知道里面的答案 原来 小郑发生了一起失踪案 视频里的男子 就是失踪金发妹的爸爸 她好像知道金发妹的线索 小美已约觉得这件事情 跟自己的丈夫有关 等到新相机收到后 她立马查看起来 原来 那几个黑衣人并不是为了钱 金发妹失踪前见过大卫 她的爸爸觉得跟大卫有关 于是带着狗到他们家 想要寻找女儿的线索 果然狗狗在工作室就疯狂咆哮 看到这里 小美再也坐不住了 她冲上楼 来到工作室 想起柜子的密码 打开一看 里面一摞厚厚的文件 她快速翻找 找到一把房子的设计图 直接翻找工作室的图纸 对比着图纸 查看房间每一个角落 突然 她看到一个插座被柜子挡住 连忙上前查看 是一个木板 忽悠悠地按下按钮 身后的墙打开一下门 小美好奇地进门查看 发现里面有一个地下室 她顺着七开的楼梯摸索下去 一路摸到开关 打开灯一看 被眼前的景象吓一跳 只见一个人被绑在凳子上面 小美小心翼翼地上前 看到椅子上的棒球棍 再看看乔村的女孩 不知道她每天都经历着什么 小美给金发妹解开眼罩 轻轻唤醒她 随料金发妹像受到惊吓的兔子 失声尖叫 抖掉了身体 击撞着水管 发出邦邦的声音 小美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不是幻听 她赶紧安抚金发妹 说自己马上叫人来救她 结果一转身 发现大卫就在身后 惊魂未遂的小美被绑在墙上 大卫转身上楼遣散并客 而小美趁着这个机会 如今浑身借树 装脾解开神速 她联邦给金发妹松绑 返回的大卫发现两个人不见综艺 躲在暗处的小美 撑其不备 拉着金发妹逃了出去 大卫想要追上 小美趁机逃向大门 千斤无法之境 大卫用手机把门反锁 慢条思理地在房子里寻找猎物 小美躲在橱柜想找机会逃走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她被大卫一把刷晕了过去 大卫直接推着金发妹 抓着她的头发 将她拖到了地下室 彻底被激动的大卫 护护金发妹的求饶 正举着棒球棍 想给她狠狠一个教训 而通的音声 扑倒在地 原来小美被呼救声惊醒 她拿起一个铁疙瘩 就是一季暴击 大卫贪多在影子上 晕了过去 眼里充满着诧异和不甘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小美卖掉了这所房子 离开了这个伤兄弟 在爱情和真意之间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呢